胡广熟 天下足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 眼下 位于洞听玉米之乡的湖南省蜜罗市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集中玉秧和稻田小改大工作 确保在早到秧苗移栽前 新改造一批高标准大田 记者在当地敞粮大镇神顶山镇看到 在镇政府的引导下 重粮大户们按照现代设施农业最高标准 在全镇各地新建了一批集中玉秧大棚 棚内的玉秧流水线在农户们的熟练操作下 不停地吐出一个个秧盘 这些秧盘被马放在一起 然后包裹上保鲜膜进一步保湿增温 带到发芽之后再整齐摆放在一旁的地上 伸展出嫩绿的秧苗 我们今天采用这个大棚 玉秧主要是 引进了这个全自动发的波准流水线 在经诊之后通过波准流水线进行自动发芽羊 发芽之后我们就把它全部放在大棚里面铺开 看这个极端天气 保证得这个芽苗的出压力 神顶山镇副镇长黄磊介绍 该镇共有耕地面积49111.8亩 现已建成吉隆玉秧大棚4.1万平方米 再建大棚6.2万平方米 为了让这些建在田间地头的现代化大棚 在春耕之后不闲置 镇上正在探索水稻玉秧加N模式 即利用大棚内的温度和湿度优势 在农闲时种植反季节蔬菜瓜果 实现四季轮座 释放土地最大效益 同时 为进一步实现水稻的高产高效 神定山镇也在锦罗密谷进行稻田小改大工作 黄磊说 自2022年 密罗开始在全市15个乡镇推广小田改大田以来 以丘陵地貌为主的神定山镇 在2023年至2024年度 完成小田改大田9800亩 新增有效种植面积800多亩 黄磊表示 稻田小改大田 并非将一片田改为一整丘大田 而是根据地形和水系走向 因地之一 在降本增效的前提下 将一些相邻且地势落差较低的稻田 进行合并平整为一块大田 稻田小改大之后 实现了鹿相通 渠相连 汉能灌 烙能牌 适应现代化机械作业 不仅带来水稻的有效增产增收 也进一步节约了耕种成本 因为我们是秋林低带 没改田之前 就是两三分田 三四分田一球 现在改田之后 我们就改成了两三某 到三四某一球 更方便更正 更便于这个机械发作业 这个冰层和防治 飞机施肥 作业效力更高 感谢观看